在今天凌晨结束的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中 中国选手孙杨依靠最后50米的冲刺 和韩国选手朴泰恒一同触臂 他们以1分44秒93的成绩并列第二位拿到银牌 法国的阿格内尔以1分43秒14夺得金牌 好 那么截止到目前的中国队 是以9枚金牌的成绩暂列奖牌榜的首